对线上的投资者上午好 今天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我们对于当前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的 这样一个主线的理解 涉及到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我觉得还是有些新的变化 当然说到国际 我们可能还是要跟地缘政治的因素 相结合来看 这个图展现了今年以来 就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 通胀和经济增长相对预期的状况 我们看到中国 确实开年以来经济还是略超预期的 尤其是昨天我们看PMI的数据 还是比较强 当然另一方面 房地产的数据还不是特别好 另外就是通胀还是偏低 相对预期还是在比较弱 我们一直是个低通胀的环境 所以居于第二向线 那么美国 我们看到它还是在第一向线 跟去年差不多 就是增长比较超预期 同时通胀温和的回落 但是也有韧性 这是两大经济体的状况 美国客观来讲 处于第一向线 尤其它通胀压力不是特别大 我们看到美股也在创新高 那么另外来讲 就是对我们来讲 当下特别要关注 就是能不能走出低通胀的状态 就是增长 现在看来还是可以的 今年实现5%的这个目标 应该问题不大 一季度的数据就能佐证 应该大概率在5以上 GDP增速 但是这个通胀 如果能够回升的话 其实对我们股市来讲 肯定是利好 走出这个低通胀 另外就是 今年会不会像去年一样 就是美国 在发达经济体一致独秀 我们知道欧洲现在去年不太好 今年开年也没有美国强 那么这种分化会不会延续 这也是从当下往未来来看的一个关注点 另外就是中国今年是不是能够引领新兴经济体 从基本面上 当然这个有赖于走出低通胀的状态 这是目前的环境相对预期的变化 整体来讲我觉得比去年要好 美国经济的韧性呢 这里用了美银的这个图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轮复苏 从 就因为从20年走出疫情 到现在15个季度了 那么这个跟历次的二战后的复苏来讲 这个经济复苏不算是最强 但是消费复苏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最强的 所以它主要是依赖消费 这个是这轮复苏的这个最大的引擎 比以往还要强 因为必定发了那么多钱 但是消费呢 我们目前来看呢 有放缓的压力 但是呢 没有这个所谓的衰退的 或者复苏停止的风险 因为就像这幅图所展示的 输入分位数上来看呢 我们看到其实中产阶级和穷人 就是黄色和灰色的这两个线 实际上能够反映它的这个超额储蓄 已经耗尽了 但是对于富裕阶层 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个中产阶级 其实我们看到实际上还是有一部分超额储蓄 这个还有赖于继续去消耗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消费的引擎吧 还在 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至少今年来看 我觉得在年底之前 很难说美国经济有很大的衰退风险 虽然说经济放缓 是大概率的事件 另外来讲呢 即便进入衰退 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美联储的降息吧 今年我看美联储的会议其实暗示 虽然说现在经济有任性 软着陆的概率大大加大 但是还是想降息 我觉得它是一个象征性的降息 就是为什么叫象征性的降息 它以往的降息都是应对衰退的 这次呢 这个当然95年的那次例外 那这次呢 它确实我们看到 它的利率是超过了 一个合一的水平 对经济产生了紧缩的效应 所以现在呢 随着通胀的回落 有必要通过降低免疫利率 能够让实际利率回到 接近合一的中性的水平 这样的确保经济的复苏 还是比较稳的 所以它这个降息 就是说它的幅度是比较有限 我觉得今年能够兑现 75BP的降息就不错了 因为以往来看 就是说它确实 它一方面担心通胀风险 另一方面呢 它有必要降息 就看像这个图所展现的 历史上这个中性 这个利率吧 高于这个中性利率吧 确实衰退的风险在加大 这个是美联储需要去 自己去所谓的运筹帷幄的 但这个也有难度 所以总体来讲 今年的降息 我觉得可能到年中 还起是象征性的降息吧 后面绝对不会是 持续的连续的 降息的幅度也比较有限 它不是在衰退背景下的降息 这是这个 所以不用太担心衰退 就即便说年底 有衰退风险了 当然如果说三次降息开启了 我觉得这个风险会坏事 即便说后面再兑现 再出现了这个衰退风险 我觉得它可以进一步降 因为必定加了525个BP 这22年以来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风险不大 这个即便是衰退也是温和的 更何况这个风险目前在降低 这个大选呢 肯定是下半年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刚才正如我所述的 今年没有衰退的风险 美联储要降息 你很难去期待美股今年会走熊 例子来看呢 在大选年 如果没有衰退的话 那么美股还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向上走的态势 除非说经济衰退 我觉得这个定律吧 今年也不会打破 所以美股我自己觉得 当开年涨了很多 这个后面可能空间会受到抑制 但今年这个大幅下跌回调的风险 我觉得不大 还有一个就是黄金 黄金我们这个去年就提示了 大选年这个黄金一定要关注 因为这个有方方面面因素 地缘政治 包括财政的这个扩张 包括今年我们看到还有降息 所以呢就是过去呢 两次大选我们看到 即便在16年加息的背景下 黄金还是有一个分好的表现 所以今年呢我们也看到 开年以来黄金也是创了新高 金价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就是 还是值得关注 任何回调可能都是买入的机会 对于黄金来说 这个也是我用了一个 万字行的图汉化来讲 就是拜登和特朗普吧 从低渊政治上来讲 有不同的侧重点 所以呢从一个大的外部环境来讲 这个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可能拜登呢 当下的焦点不在于我们 不在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 从他的任上的这个 推特的这个提及的 就是现在叫X的这个提及的 这个次数上来看 中国很显然还排不进前五 所以呢如果拜登当选 可能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 这个这个外部环境啊 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 至少短期啊 但是特朗普就不 就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这个他任内 就提的最多是中国 最近的一些表述也是 比较针对我们 还是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心态 所以呢如果他上如果是他啊 那么可能会可能会会不确定性加大 对于我们的资本市场 或者对国内经济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从目前虽然说民调特朗普领先 我个人觉得拜登连任的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美国经济没发生衰退啊 这个目前民调有夸张的成分啊 当然这只是一个个人目前的判断 所以就是这个大的环境 我觉得要关注 就是相对资本市场来讲 肯定还是相对来说 可能拜登连任会好一些 这是这个 这个这个地缘政治环境 然后从财政角度来讲呢 不管谁来当选总统 其实这个赤字 赤字总统我觉得改变不了 在当前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民粹主义的这样一个环境下 然后呢另外呢来讲 就是可能特朗普当选的话 我觉得他可能这个赤字的这个预算的扩张呢 可能会比拜登更更加显著 因为特朗普这个减税 我们知道个人这一块呢 二五年到期 他如果当选的话肯定会延 但拜登呢 他更多的是通过要解决这个财富不平的 加大公共的投入 加大绿色呀 所以呢这个 他很有可能通过加税的方式 但这也取决于这个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民主党的 这样一个多数的情况 这个现在很难判断 不可能民主党还在这个 这个都拿下 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讲 就是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 那么其实财政赤字的扩张 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如果特朗普大选 有可能会出现大胜的情况 就是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拿下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至少拿下参议院 这种情况呢 就是他的一贯的减税的作风 加上这个现在的 这个预算的一些支出 非必要的支出 也很难大幅削减 所以财政赤字的扩张会更显著 这个通胀的风险也会更大 这是这个两个总统吧 如果当选 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但整体来讲 从财政的这个角度来讲 都是扩张的 所以这是一个海外的环境 我觉得整体来看 上半年风险不大 上半年呢 其实货币政策是利好 但是这个大选 确实是一个扰动 中国经济呢 我自己的理解啊 就今年的诉求还是很强的 不管是实际GDP 还是推动物价温和回升 这个包括稳汇率 这三点呢 其实构成了 推动中国对美国GDP占比回升 我们看到去年9月份 就是因为汇率的稳定 阻碍了 抑制了这个对美GDP占比的进一步下滑 这两年我们回头来看呢 就是为什么从22年 23年连续两年 中国对美下滑呢 主要是民意GDP 美国这个跑赢了我们 当然有它通胀的这个环境 那么往明年 今年来看的 就是这个 美国这个 我是根据RMF的这个预测 民意GDP4.4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反超的话呢 其实是有一定条件 除了这个实际GDP要到5以上 到5或者5左右吧 另外呢就是这个通胀 还有汇率都有诉求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今年我觉得应该是能扭转 如果我们我们也做了一个测算 如果汇率7.2的话 保持全年不变 但有可能 有可能下半年随着降息 可能汇率还能升一升 如果就是7.2的话 那如果说要扭转 对美占比的回升呢 民意GDP达到6.1 倒算一下CPI今年要到1.8 这个还是有压力的 所以就为什么说 今年实际增速和民意增速 都有诉求 要推动物价温和回升呢 还要保持汇率稳定呢 这个能够看到 就是自上而下有这个要求 当然呢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 也有美国经济 如果说后面不及预期的情况 我们可能相对来说 诉求会要求会低一点 但如果美国经济还是超预期 那这个可能 我觉得可能压 可能我们的诉求会更强 去年呢就是这样 美国经济整体来讲 比较超预期 所以导致了这个 我们的汇率压力再加大 今年呢可能 我觉得这种概率在减少 必定我刚才也说了 这个美国的这个消费的引擎 不像去年那么强劲 走出低通账呢 就是这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就是还是要 就像央行说的 把推动物价温和回升 主要是需求方面 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这里面呢 我觉得光靠这个旅游 春节期间我们看到 CPR反弹主要是旅游 我觉得是不够的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需求端呢 要把整体相对历史 还比这些负的拖累项要缩小 这个是后面看这个政策的出台了 另外呢回到实际增速 就是五的这个实际增速 怎么去这个兑现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二月的数据吧 那么整体来讲呢 就是房产投资 当然这是一个相对历史是明显 是一个负增长 其他的数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红点 蓝点是平均吧 那红点来看呢 就是这个 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投资 比这个 历史上相对来说 比平均水平要高一点 我觉得发力的点 也其实主要在制造业投资 这是今年 我们看到制造业比较好 其实也有这个因素 另外呢 就是领导也非常重视 我们看到领导的这个调研足迹 一直是在制造业和科技这块 所以这些的会呢 我们能看到今年有些切换 今年相对于去年重视这个 所谓的基建 今年可能更注重于制造业投资 附加对于消费也有所关注 这是今年以来的一些变化 但是从消费来看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 还是有些制约 比如这个工资的这样一个负增长 另外呢 从消费的结构上来看呢 就是这个 目前比较好的是出行 和可选 可选是也不算特别好 币选和房地产销关呢 还是在走弱的 那么今年来看呢 我觉得可能 整体消费温和复苏的情况下 更多是结构上的一些变化 当然这也取决于未来的这个政策 比如说消费品质已旧换新啊 包括我们对节假日 这些对旅游的这个出行的刺激啊 整体来讲 消费的温和复苏 今年不足以在量上成为 GDP增长的一个边界上最大的推动 更多是结构上的一些亮点 另外再回到出口 出口我也是这个观点 今年不可能像 疫情之后的这个21年 甚至22年那样 就是成为一个大的这个拉动 因为整体来讲 去年我们看到出口的这个价格 实际上是制约了出口的增长 那么量实际上还是不错的 是正增长 那么 今年来看呢 我觉得比去年要好一些 就是这个 为什么呢 就第一个就是一直以来的 这也是我们出口的一个韧性吧 就我们的价格实际上在全球是有优势的 以美国为例 美国进口中国产品的价格 是低于它的整体的进口价格的 我们实际上在以价换量 销售过剩库存 另外一个呢 就是确实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开拓吧 在去年的这个份额 已经超过了这个欧美美欧日 这个吧 就是整体来讲呢 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出口会比去年要好一些 不管是量上还是价上 因为整体来讲 这个物价 这个从这个PPR的通缩也是在缓解 所以呢 但是也不足以成为GDP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拉动 基建呢 去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拉动 但今年我觉得这个化债吧 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就是这些化债的区域都是高增速的 所以呢 今年肯定基建 我们看到中央债的发行也偏缓慢 所以这个呢 就是整体来讲 中央价杠杆在当前 能不能完全对冲地方去杠杆 是有疑问的 所以基建投资呢 我个人觉得今年可能不会像去年那么好 这是从基建来看 所以核心呢 就是这个 另外还有个就是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呢 就是目前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就是二手房成交比新房好 大家不愿意买七房 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尤其是对于房地产这个房企的这个违约风险啊 现在就是这个呃 白名单制度的落地吧 看看能不能能够缓解这个目前的这个呃 保销罗的这个压力和违约风险 呃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呢 这个美国是做的比较好 但也花了四年啊 才奇稳 所以呢 当务之急呢 就是还是 还是要利率还是要下降 尤其是房贷利率啊 我们看到美国做的比较好的原因 就是他的利率下降啊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呃 所以呢 回到这个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制造业投资 制造业投资呢 今年来讲 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抓手 编辑上最大的增量 这个是二大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 其实已经是对制造业的关注是越来越强 所以开年我们看到制造业的数据 也是在各项数据里面特别好的 呃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就是呃 制造业投资在今年一季度的增速 已经超过这个基建了 啊 去年主要是基建 然后呢 这个从占比来讲 制造业投资是持续回升 我们看到房领产这个基本上 退化成一个相对来说 呃 比较弱势的部门了啊 至少在固定自然投资里面啊 这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这个需要 呃 从一二月的数据来看呢 这个发力方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偏一些新制生产力的方向啊 先进制造呀 像科技啊 应该来讲这个趋势能延续啊 就结构上优化的同时 整体上的这个增速也在提升 受益于这个比较有利的政策环境啊 所以呢 我们的理解呢 就是两会后的政策主线 就是实际上往这个科技上来讲 它是一个啊 所谓的这个攻坚战啊 但是财政来讲呢 它并不是说要大水漫灌 急于发力 它是个更强调持久战啊 这个能够体现在对科技的这个重视上 包括对工作任务的这样一个排序上 呃 另外就是他把科教新国加起来 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下 能够更好的发展新制生产力 这个我就不赘述了 因为我们还是在人才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这样一个空间 呃 另外呢 就是这个新制生产力吧 这确实从中央往提出来以后呢 就是中央在地方都是在这个很快的去部署和落实 啊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开年以来啊 从我们的理解来讲呢 因为我们查了一些部位的文件啊 因为这个提法提出来呢 有些理论上的阐述啊 但是呢 政治经济学的阐述 但是从对产业资本市场来讲 就两块 就是战略新产业和未来产业啊 然后呢 这里面的这个今年就我说的这个 他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主线 所谓的科技的持久战啊 科技的攻坚战 它主要体现在于传统产业的高端化升级和前沿 技术的产业化落地 这两条主线 这是今年特别要值得关注的啊 尤其是在未来产业这一块啊 目前肯定是在加大布局的 嗯 所以这是新制生产力 就是从科技层面往产业层面落 我们看到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那对于财政政策来讲 就是这个 嗯 就像我们看到 不管是在两会 还是在高端发展论坛上 财政部长的表述啊 也是这样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终点支持 科技创新和这个制造业发展啊 我觉得往后看呢 从财政支出的数据来看 应该会看得更明显 在今年一二月的数据上 应该有一所体现了啊 另外呢 就是这个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已就换新 就像我刚才说的 制造业始终是重点 这个跟科技是相关联的 消费品的已就换新呢 啊 那目前来看呢 我个人理解啊 他可能会考虑到今年 比如说这个年中有可能欧盟 针对我们新能源这块的这个 盘补贴可能会加税 他实际上是希望有一些外需 东西能够对内消化 整体来讲呢 有这么一个思路 但是这个因为总盘子既定 我觉得这个中央给的补贴的量 应该会比较有限啊 在消费品已就换新方面 这是财政政策 总体来讲是一个产业的攻坚战啊 货币政策呢 我理解是个总量的持久债 因为这个利率 利率始终是拿的这个制约 汇率 汇率始终是拿的这个制约 我们看到逆周期因子 还是在这个加强的啊 那么从上半年来看 在美联储降息 不会兑现的情况下 我觉得降准降息的空间 都比较有限 更多的是配合财政 有一些结构性的工具 或者解决房地产的这个问题 下半年随着美联储降息空间打开 我觉得会有有所这个 会释放一定的这个宽松空间 但是我觉得今年核心 还是看货币和财政的协同啊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去年的 去年底的这个 对资产配置的这个建议吧 就是主线看得很清楚了 他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攻坚战和持久战 所以呢 政策没有特别强的刺激 经济呢 目前也处于一个转型的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觉得这个债券 去年底是比较看好 但是这个没有想到开年 就下了这么快啊 那么目前来看 也是因为有一定 有一定程度的资产化 目前来看呢 就是这个 嗯 从这个股票版本来看 我觉得还是这两块 可能更值得关注 就是科技这个主线 同时呢 这个红利这块 确实也是 作为一个防御的这个东西 另外从商品上来讲 就是这个黄金 我们觉得始终 使今年是一个 有持续的这个 阶段性的 尤其如果有回调的话 一个做多的机会 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吧 就是梳理一下 当前的这个政策 和资本市场的配置主线 供各位投资者参考 由于今天不设置问答环节 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